欢迎来到修仙世界,超级败家系统正在绑定中 别人穿越开局就无敌,为啥我只能败家啊? 只要您不断败家,就可以在当前世界不断变强 您只管败家,剩下的全部交给系统 可是我现在都一穷二白,连温宝都成问题,还怎么败家啊? 系统将无限提供当前世界的流通货币 败家成功后将获得败家点 败家点可用于提升宿主的境界和武器 既然是无限前开局,搭配败家系统堪称无敌啊 要不然我先给珠穆朗玛安个电贴,然后给长城贴满24K金砖 发布任务,加入星魂宗,奖励100败家点 任务失败,将被抹杀 今日就是星魂宗首次招收弟子的日子 哪怕是一个新创立的宗门 仍然吸引了数百名少男少女前来 每个人都想在此踏上修行之路 我洛平学乃星魂宗宗主 今日招收宗门弟子 不看资质,不看年龄,不看胸围 听到这,下方众人眼貌精光 想要入我星魂宗,只有一个要求 上交一万枚低品零食 你们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只要能拿出一万枚低品零食上交宗门 便可加入我星魂宗 我没听错吧,上交一万枚低品零食 开什么玩笑,一枚低品零食 都够我家好吃好喝一个月了 我要有一万枚低品零食,还会来这里碰运气 早就随便找个宗门,测天赋雁灵根了 走了走了,这星魂宗根本就是个骗子宗门 宗主长得漂亮,有什么用 我又没有一万枚低品零食 这是什么入宗要求,一届大佬也都是黑心商 小姐,这些孩子都是附近城镇村落中贫苦家的孩子 别说一万枚低品零食 就算是一枚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这样根本不可能收到宗门弟子的 白老,我一心只想修炼 奈何父亲非要我外出历练 还要创立一个宗门 美名其约是让我磨练心境 但我最讨厌这些琐事 别说发展宗门了 就算是指导弟子都会影响我的修炼 总之,没有人加入宗门不是我的错 就算父亲知道也说不出我什么 没有人知道 洛平雪不仅是玄天大陆星级松松主洛 无名的掌上明珠 更是来自上界无极圣地的圣女 白老,我们走吧 不可能有人能拿出一万枚低品零食的 就算有,也不可能为了加入 我这刚刚创立的新魂宗而交出来的 宗主,宗门刚刚创立 地人资金紧缺 弟子愿上交十万枚低品零食 这小子莫不是哪个地主家的傻儿子 竟然真愿意上交 而且还翻了十倍